以下內容涉及大量成人情節 子宮學術討論 請石路陪同家長收看 夾緊他 不要被他亂來 AV 你班人都看過了 而今天我們都會講一下AV 所謂了解一部作品 就要了解一下他的歷史 以及他的背景文化 大家看完這條片之後 跟手打開網頁的時候 就可以很有得著地享樂 我做完這條片 自己都覺得真的進步了 簡直現在跟元朗吉夫約有得揮 大家好 歡迎來到格密的YouTube Channel 我是阿牧 在日常生活裡面 每一件物件都有他的故事 我每一期都會以不同的物件做主角 簡單地講一下他的歷史和冷知識 如果你想緊貼影片的更新 歡迎訂閱我們 AV這個字其實是屬於日本的 但第一部的色情電影是來自外國的 以下我會播一播一條片 大家準備好紙巾 一邊吃東西一邊看 因為都蠻滿的 這部電影是1896年出產的法國電影 Couché de la Marie 好 直接入戲屋 故事是講述 一對新婚夫妻準備動房 而女士主一件一件脫衣 男人就在等 脫脫一下 這樣就完了 但這個時候 就會有人衝出來大叫 喂 都沒有路過 A什麼V MV而已吧 這樣呢 你就忽略了探討這個時代的背景 因為1896年 電影都是誕生了不久 本身那些人還在拍攝工廠收工 火車賣站 這些日常的東西 你又突然間弄到脫衣片出來 當時那些人還是很保守的 所以已經算是適情電影的了 喂 大家不要扯著 這些外國歷史東西 我們今天就不會說太多 今集我們會專講日本的AV 梁家輝你先坐下 有圖有片的 現在大家看的那些AV 一來就賣牙了 不要說太多 大部分時間都是重重覆覆的那幾個動作 就算有劇情都是幫補一下 但這一類AV的前身 是比較電影向 藝術成分多一些 簡直有堵 就是叫做桃色電影 車尾真是鹹片 這位朋友 那你就忽略了他的時代背景 上次說特攝片的時候 我都看過了 二戰之後的日本電影事業 如日中天 直至去到60年代 電視機開始流行 怪獸片也搬入公仔箱 一個一個在家看電視 少出街 自然就少人看電影 而電影產業也慢慢食味 整個電影業界 都要找方法去生存 而當時的電影製作上 大家都沒什麼辦法 要不就拍續集 要不就炒冷飯 拍來拍去都是那幾尾 越沒人看就越低預算 越低預算就越沒人看 所以他們當時的問題就是 怎樣在一個低預算的情況之下 可以起死回生呢 於是一群投資者就想到一個方法 就是用電影的拍法 很維美地拍一道鹹片出來 偶爾露一下點 還可以偷雞過電檢 就可以避免倒閉的風險 所以他們就開創了桃色電影 桃色電影 又叫粉紅電影 是含有軟性色情的成分 所謂軟性 即是指用鏡頭 或者借位的方法 用來模擬性愛的場景 即是假的 重點都是用電影的故事 或者拍攝技巧 用來呈現一個故事 而第一部的桃色電影 就是1962年的肉體市場 由大藏公司製作 小林誤撿到 而這一套肉體市場 不是只是體育那麼簡單 故事內容 是講述女主角去調查他一個親人離奇自殺的事件 途中就被那些男人抓了 然後就揭發了一個重大的陰謀 總之 這套戲有懸疑 有感官刺激 還有一些性的場面 滿足了一群街坊獵奇的心態 當時用800萬日圓的成本 賺了一億日圓 直接就帶起了整個桃色電影的發展 而在這個年代 亦都產生了很多經典的作品 例如1965年 角族拍林金雄獎的 《牆中秘士》 這套戲 講述一個男人 他偷窺隔離屋的男女偷情 最後演變成為殺人的事件 傳承是帶給人一種充滿犯罪快感的電影 而另一套 就是1973年的《珠綠碟》 這套戲 簡直就是東方暴力美學的教科書 另外還有一套 1976年的《感官世界》 這套戲被譽為世界十大禁片之一 它的尺度 嗚 比地球的尺度還闊過 在這個塗飾電影的時代 雖然開頭是打算搞起電影業 賺點錢 但到後來 就越來越多認真拍電影的人加入 當時的編劇 演員 全部都是來自高等學府 或是專門的電影學院 所以就造就了剛才這麼多部的經典電影 正話說到60年代輕看電視 而80年代輕看帶 年輕的觀眾可能不知道什麼是帶 這些就是帶 即是VCD 知不知什麼是VCD 即是DVD 知不知什麼是DVD 即是Blu-ray 知不知什麼是Blu-ray 你很煩啊 總之就是放舊東西 落寶機播到電影 而80年代 錄影帶的興起 就正式開創了AV事業 首先 因為不是電影般公開放映 所以它的尺度就可以很闊 題材也不需要那麼文藝 這些錄影帶的內容 一埋牙砌 另外 各位男士也可以靜靜地 躲在房間裡 一邊看著電影 一邊吃火鍋 多開心呢 而這個熱潮是何時興起的呢 就要說說第一套錄影帶的AV神作 洗衣店阿健 這套東西就連AV女優 重盤馬尼納 他自己都說 當年他就是看了洗衣店阿健 才學會這麼多招式 這套東西是1982年拍的 總銷量達到13萬後 當年有多受歡迎呢 當時80年代 一部錄影機 要成2-30萬日圓 哇 真是港幣兩萬多元 整個月糧啊 大哥 怎麼買啊 但是當時的電器店 就推出了一個方法 就是買錄影機 送洗衣店阿健錄影帶一隻 於是 整班人就糾衝去買錄影機了 可想而知 這套片的魅力 完全激發了 整班男人的潛能 這套戲的內容很簡單 就是講述 阿健遇到不同的女生 然後他就用角色各樣的方法 跟他們做運動 拿 找純文字討論 大家都會扯的 我們都不說不通了 立刻去片吧 遇到了嗎 有 之所以播不上 是因為整套東西都是真做的 而當中的情節 有野外露出 大戰300個回合 接著就直接拍攝了私人部位 完全不打格 不違反了當時政府對色情片的規定 那怎麼辦?罰他錢?拉他?告他? 但是政府越禁,就越多人想看 而另一邊商,即是另一邊的片商 他們就心想,喂,我們做了這麼多年 拍片、剪片、逐格打格仔 這傢伙就那個女兒出來露一露 這樣就爆起?公平嗎? 於是,他們就開始反擊了 他們找了一個叫做田索玉美子的女生回來 拍本番系列 而這個系列本身都是找一些 只是賣肉、不賣樣的模特兒仔用來演出的 而他突然空降一個可愛、樣子又漂亮的女生 結果就很有成效了 AV界也對女演員的顏值門檻提高了很多 而觀眾也很受諾 就是這樣,片商開始重視女演員的質素 也都奠定了這個職業 而他們就是AV女優了 納原油香、楓圓、黑木香 這些傳說級的女優,我們就不認識了 我們的年代是松島峰、麻倉優、吉澤明寶 AV發展到今時今日 已經五花八門,好多花神 那是因為他們不同的片商之間,在互相競爭 不斷擲一些想法出來拍的 你拍透明人間,我拍透明奸人 你拍膚目前犯,我拍飯前目膚 在這個這麼龐大的AV產業之下 接下來我們就會說說AV的片場 有什麼不為人知的小知識呢? 執男抵打 現在大家看看畫面上這班人 他們就是執男了 他們在片場做的事情就是保持磨刀 因為AV一個不貴意玩一下手 有時玩一下腳,就要拍整天 所以拍到最後的鏡頭 如果男主角沒力的話 就要由執男代替補拍最後發射的鏡頭 而為什麼他們會藏在底褲裏面磨呢? 又窄又盛,很不舒服的 原因就是片商要降低後製的成本 你一個鏡頭拍過去,幾十把劍地展示出來 逐格打格很耐用 拍攝中出現的道具 有時AV就會涉及到中出的情節 而這些中出多數都是假的 那些白痠痠結痠痠的東西 又用什麼來代替呢? 以前有段時間是用蛋白溝煉奶的 但是太髒了 又甜爺爺,又黏黏黏 蛋白放得久就會變壞 所以就轉了用一隻潤手箱 而這隻牌子的潤手箱 無論顏色,濃度,或是質感 都很像那些東西 片場除了女優會大叫熱咕熱咕之外 工作人員還會不斷叫熱咕熱咕 他們會問為什麼這麼熱? 那就要說一下片場的 哈哈哈哈 那就要說一下片場的冷氣 首先,日本人是很怕冷的 一冷一點,他們就要開暖氣 而當你真正拍攝,兩個人賣牙的時候 就會輕合合 但是這個時候又不能適暖氣 因為一適就會冷 所以整個片場就會越來越熱 所以片場裡面又會又熱咕又熱咕 聲音不斷發 另外還有一個AV主題 就是要焗到男女主角全身都出汗 濕粒粒,營造了一個很刺激的氣氛 觀眾看下去就會很享受 二除三 說明今集是學術討論 立即給大家做一個功課 大家試試去網站 搜尋一下有關一些上班族類型的影片 然後當你看到的男主角是穿西裝的話 你立即按進去看 但不要飛那麼快 在前戲的部分,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看不看到重點? 發不發覺少了些東西? 大大條東西沒了你都不覺得? 沒錯,它就是沒了皮帶 原因就是脫皮帶這個過程很為奇 要拍一些很有moot的畫面的時候 卡住卡住,那就很尷尬了 大家平時做學術研究的時候 是不是有很多字都不懂呢? 我們今天就選了一搭 跟大家來個快速步驟 大家以後做project的時候 就得心應手了 奧羊 這個字日文的意思就是指太太 尤其是指一些寂寞的婦人 他們很想有個男人填補他們的空虛 和姦 其實是指經過雙方同意之下的性行為 處女公 不要以為這個字眼是指破處 其實是指這個女優拍的第一部影片 而這個系列最經典的 就是片頭會有一部份訪問 主要都是訪問一下這個女仔 第一次拍攝有什麼感受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聽完 然後你就不會想看那條影片 霸根 日本風俗界會把男士的性器官 根據尺寸分為不同的檔次 而巨根不是最大的 霸根才是最大的 所以是bargaining power 幫我出去打 Yes sir 絕頂 這裡的絕頂不是中文的leg 而它的日文讀音是來自法國裏 裡面聖高潮的讀音 難怪叫絕頂 泥醉 即是指醉到一匹泥 軟匹匹 任人如玉 而AV裡面有一個泥醉系列 雖然大部分都是按劇情辦醉 但有時候有些心底不好的片相 他們會灌醉一些無知的少女 再騙他們拍片 會前 這個字 照字面解 是有點變態的意思 但實際上 多數是指 男優在前戲的時候 帶了好多道具來玩 令到女優受盡刺激 浮氣 即是指出鬼 偷情的意思 有時候片相為吸精 會用不倫亂交這些字眼 衝擊 即是震撼登場的意思 主要分為三大類 第一就是AV女優附身分很有話題性 例如在現役的運動員 或者在藝人下海 第三就是他們的演出很震撼 例如2月iff 三棟iff 五雷轟頂 那些什麼 虐妻 即是指男優的身材 有前有後 超級激臻 上圍起碼36衣以上 還要幼腰 再加上本身的女生要好識識有人 這樣才配得上這個形容詞 電擊忍退 這個字不是解釋到它走 電擊在這裡的意思是解釋突然 而整個東西就是突然忍退 電擊下班 完了 今集完 支持我們的創作的話 記得留言、讚、分享和訂閱我們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完 囉